我來到了一個陶瓷製造廠 土陶瓷的製作過程 這是它的機器 把土放進去 這是小推車的泥土 然後 然後就從這個這裡 把泥土擠出來 擠出來了 把它放到這邊來 哇,有點像巧克力的顏色 Look like chocolate 你看這個小弟弟在玩什麼 啊,在拿一個陶瓷飛來玩 什麼的? 然後這是放在窯裡面 土窯裡面燒 看到嗎?有膜 然後有點像這個攤窯 這是已經燒烤好了的 然後他們將它 塗上顏色 塗成這個顏色 有一點深青 有一點黑 有一點黑 這種各類的 用陶瓷 土陶瓷製成的石器 這個是應該是 眼燈的吧 Incense burner 香燈爐 這是花瓶 小花瓶 這些都是屬於玩具 這是拿來擺設的 這個是拿來 這座辣椒的提酒 這座辣椒 這些是 體型比較大的 鋼鋼 這是蚊 還有花痕 穿三甲的模型 還有毛頭鷹 這是什麼桃圍圖 鮮牛 蘑菇 這主張紅色 也是很可愛的 這邊擺設著各種各類的 小石器 可以當紀念品來買 這是圖上金色 銀色 我喜歡這些風鈴 陶瓷的風鈴 哇 哇 你也有很好的味道 哈哈 這個比較大 我喜歡色 有點像泰國的Cylodon 也有點像這個 日本的Temoku 陶瓷碗碟 你看這些 你看這些 他們還刻上了一些滑紋 江東好的這種 巧克力式的土呢 垂到另外一邊去 讓其他的人接手 製造陶瓷 這個小水克在走 這個一個彎 好細心的 贏贏 很City的一個走空火 哇 不簡單 你看 你看 這個 很摩心 簡單 我可以拿一個來看看 哇好脆弱喔 超級的 我可以拿走 我可以拿走 你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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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 這個 世界 是 我肯定 是 你肯定 是 你肯定 是 我肯定 是 这位小帅哥在做地板砖 用脚把那个套事图拆在这里 把它拆进塞进挤进那个坡 那个砖坡里 然后刚才跳那个坡 把其他的骨抹掉 然后把一些水下去 然后就破膜 然后就完成了 一片水中 哇好不及单 一次一个 一次就这么一片 做好了 又重新展一些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又是另外一种做法 他把刚才的一团一团的 好吃土搓成一条条小条的 要做些什么呢 我还不懂 也许是哪里做这种 大花瓶的这个上端吧 然后它们搓成一条一条之后 然后一层一层的 把这个大的瓶或者是钢呢 建立起来 现在我才知道它的制作过程 真的是很背功夫 你看它们两个人一起做 为什么它不用电来把这个下面的那个盘给转动呢 它如果是用电的话不是快一点吗 我就好奇为什么不用电动 也许它们已经习惯了这种传统的收工方式 把那些泥土一点一点的沾上去 补修那些有气孔的地方 有小孔的地方 都是细腻滑 不简单 这个美女一直在转下面的那个膜 不是膜是叫什么 陶菌 然后那个 这位大哥呢 他就慢慢的塑造这个钢的形状 现在我又来到另外一个地方 这一家陶瓷窑 这一家是靠近河边的 看起来 这一家比较不一样的设计 我去进来看看 这一家做的 这种花瓶是比较大型的 品味有点不一样 它把树种进去看起来的 感觉又不一样 各种各类的陶瓷 这一家的手工就比较 更细腻一些 风铃的颜色也不一样 好可爱 你看 人体器官 耳朵鼻子 脚 手 嘴巴 眼睛 都齐全 这里还摆放了一个传统乐器 这是他们的小桌子 圆桌 圆桌子 那么可以 靠在旁边 也可以 锅在柱子上 很方便的 其实这是一间陶瓷器售卖店 不过它有开课给陶瓷爱好者 来这里学习制造陶瓷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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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